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的新闻重点包括港股的投资者动态 财政部的发布会引发了快牛 慢牛及沽空军团的不同反应 市场的情绪可谓千差万别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股市 本周将迎来企业业绩和零售数据的公布 这将成为评估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 市场对此充满期待 尤其是消费者支出是否能持稳 最后北韩方面的紧张局势也不容忽视 当局已指示炮兵部队做好准备 随时应对南韩的抢戏行为 这可能会导致武装冲突的升级 局势开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经济日报报道 近期日报报道 近期中国财政部的发布会 引发了市场对港股的关注 港股目前的投资者分为三类 Kayushi Ye 慢牛投资者和沽空军团 快牛炒家期待助增发国债消息 但发布会未提及具体数字 可能会导致他们转向获利 慢牛投资者则对财政部公布的措施感到满意 尤其是解决地方债务危机和刺激消费的计划 这些都可能改善经济 吸引他们进一步投资 而沽空军团则可能在接下来的政策发布前 抓住市场波动的机会进行操作 在美国市场本周将重点关注企业业绩和零售数据 预计美国9月零售销售将暗月上升零 3%显示消费者支出环境的变化 随住大型银行和消费品公司的业绩陆续公布 市场将能更全面地评估消费者的健康状况 专家指出Netflix的业绩特别值得关注 因为这能反映低收入消费者的支出优先顺序 而美国运通则能提供对高端消费者支出的建计 最后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内地9月CPI和PPI的数据 CPI按年且上涨零 而PPI则下降2.8% 均低于市场预期 专家警告中国面临持续的通缩压力 并呼吁在通缩预期深化之前采取果断行动 分析指出食品价格的上涨和非食品价格的下跌 共同影响了CPI和CPI和CP 而PPI的下降则受到国际大租商品价格波动 和内需不足的影响 显示出当前经济的挑战 星岛日报报道 以色列坦克在周日强行进入黎巴嫩南部 联合国临时部队连移部队基地 破坏了基地的大门 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引发了连移部队的抗议 并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对此作出解释 事件发生时驻地的维和人员观察到以军士兵越过离翼临时界限 坦克在驻地内停留约45分钟 与此同时基地附近还发生了跑弹爆炸 导致15名维和人员受到刺激和不适的影响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此前曾呼吁联合国撤离连离部队 并指责其为真主党提供了人盾 联合早报指出 新加坡股市在缺乏利好催化剂的情况下 投资者表现谨慎 上周市场横弹整理 随着第三季度财报季的临近 分析师认为本地股市可能会迎来新的推动力 尽管海峡时报指数小幅下跌 但一些成分股如海亭和星斩集团表现较好 市场关注即将发布的业绩 尤其是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表现 分析师表示 随着中国股市的回调和美国通胀数据的温和 投资者情绪依然谨慎 但整体市场有望在财报季中逐渐回暖 中央社报道 北韩已指示八个炮兵旅做好准备 以便在南韩无人机越境时讲起击落 北韩军方的这一指示是 是在金正恩的包妹金宇正威胁南韩无人机 可能引发可怕的灾难之后发布的 南韩对此做出强烈回应 警告若北韩侵害南韩国民安全 将面临政权毁灭的后果 这一紧张局势的升级反映了朝鲜半岛的复杂局势 双方的军事准备和威胁言辞 无疑加剧了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香港电台报道 山东受光时的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发生了严重的气体中毒事故 导致七人不幸身亡 四人受伤 事故发生在昨日的下午一点 伤者目前的生命体征稳定 应急管理部迅速介入 要求全力抢救伤员 并对事故原因进行彻底调查 追究相关责任 强调要加强有限空间的安全教育与监管 提升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 经济日报分析了中欧贸易战中的欧盟关税政策 指出这一政策在欧洲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各方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措施持有不同看法 但普遍认为欧洲缺乏明确的政策目标 导致措施效果不佳 这种模糊的目标使得各界难以形成统一的立场 反映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急需进行深入的反思与调整 中央社报道 SpaceX在德州成功进行了新建的第五次试试 第四次利用发射毯的机械手臂 成功捕捉回收了超重型助推器 这一创举标志着太空回收技术的重大进步 助推器在离地约74公里的高度与新建分离后 顺利被发射毯的机械手臂接住 SpaceX行长马斯克对此表示兴奋 认为这一成果为未来的太空探索奠定了新的基础 以赛西渡朝城日前宣布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一向前线部队下达了准备射击的指示 标志着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发言人指出 因南韩无人机渗透必将平壤轰头传单 朝鲜已做好全面准备 若确认韩方再次挑衅 必须立即进行打击 朝鲜人民军已将八个炮兵羽团转为射击待命状态 并加强了对首都平壤的防空监视 暗示可能的武装冲突风险 中央社报导 日本共同通信社最新民调显示 石破内阁的支持率已降至42 较上月初的50.7%大幅下滑 即将于本月27日进行的众议院选举前 民众对自民党的小金库事件感到不满 超过65%的人表示在投票时会考虑这一事件 民调还显示民众对自民党应对此事件的措施普并不满 71.6%的人认为应对措施不够充分 这位即将到来的选举增添了不确定期 半岛电视台报道 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 过去一年间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造成了至少2255人死亡 超过1万人受伤 120多万人流离失所 以色列总理内坦尼亚胡威协称 黎巴嫩将遭受于加沙相同的破坏 并命令部分地区居民撤离 自2023年10月以来 双方的交火次数已超过12054次 其中以色列的攻击次数是真主党的四倍 显示出局势的严峻和复杂 香港电台报道 重阳节长周末即将结束 市民们纷纷通过不同口岸返回香港 但据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的消息 晚上往港澳方向的车流非常顺畅 虽然下午时段曾出现高峰 后检时间一度达到25分钟 但傍晚直分车流有所缓解 后点时间缩短至约10分钟 为了应对人流 相关部门已经与内地级营办商协调 增加了包括津巴在内的公共交通服务 确保市民的出行更加便利 中央社报道 乐天桃园队在中之季后挑战赛中 展现出强大的反击能力 以17比1的悬殊比分 战胜统一7L EVN师队成功续命 桃园队的先发投手磨神乐表现出色 六局内没有失分成为比赛的关键人物 比赛中桃园队在多个局次中接连得分 尤其在七局和八局下分别攻下四分 创下挑战赛的新高纪录 现场观众热情高涨 乐天集团创办人也清零现场助威 桃园队的表现令球迷们欢呼不已 中央社还报道了伊朗司法部门的最新消息 因报道2020艾米尼案而被判刑的两名女记者 经过法院裁决后勾结美国的罪名不成立 并获得减刑 原本分别被判刑13年和12年的哈梅迪和穆罕马迪 现行鸡军简制五年 艾米尼因被道德警察拘留而在监禁期间去世 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抗议 成为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的社会动荡 此案的进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准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